为着和党者照着怀孤的学院来温暖修博心 也和教社会大众关怀高龄欲赛 华山基金会与得及格局中坚守 立正在得及格局中国势会议听 基本第五次飘倒孤老、饮格会 以及爱心做来华东 由得及格局中日本国家实验班 为华山的党者担来一条特殊有个难忘的饮格向益 我当时由格局中国势会议听 一到二年级的54位学生 一国势团三保去走的形式 建策、收拾、开局的老瓜 现场也邀请阿公阿嬷重大合唱 当时串业台下阿公阿嬷葡萄西区的气球 和中部的在有用的外音当中 是不是都可以感受到学生的关系 阿公阿嬷 今天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华山基金会 可以在我们竹起高中这边办这样的一个 敬老的一个活动 我们这个敬老的活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那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除了提供我们竹起 还有眉山地区的一些那个长者 有一个欢乐然后过年的一个节气 或是这样的一个氛围 感受这样的氛围的一个机会 同时也提供我们竹起高中的学生 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 可以去学习如何敬老 学习如何去对我们长辈的一个尊敬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结合我们学校的一个国月班 那我们一个飘岛活动 本来就是在台湾各个地方 我们注点的方式去针对幼儿 针对长者这边办理相关的活动 让学生去经由这样的活动去学习 如何去把一个爱心 针对长者或是幼儿这样传达出去 所以再次特别的感受 感谢我们的杨站长 还有我们今天来的我们原宠国小 我们月珍校长 这边对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支持和协助 谢谢 今天很荣幸来参加花山基金会 送爱到家的一个敬老活动 那原宠国小这几年来 我们学校也都有陆续推动这样的一个爱心捐款 让小朋友从小可以学习到敬老爱老 然后呢结合品格教育的推动 那也希望我们的老师长呢 都非常的健康幸福 吃饭一 谢谢 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这次华山基金会 我们总共邀请了中浦梅山 然后大陵以及水上 翻路这几个乡镇的一个长辈 我们今天总共带了将近31位的长辈 来参与今天逐期高中 国月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的长辈平时都是独自 自己居住在家里 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非常的对他们来说是很特别的 而且他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么学 就是可以感受到学生非常的有热情 然后非常专业的一个表演 这也同时可以带给他们一些很多的一个 如同家人般的这样的关怀 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众 给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爱心 那我们今天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号召山区 以及所有的学校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然后也可以同时的宣传 我们在今年度即将要在年底办理的 一个年菜的一个助老代的一个活动 然后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那也可以邀请更多的学校 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 一个助老代的一个响应 然后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响应 可以让我们明年度的一个 长辈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缺口 然后可以提早就位 他这件大大志祺华山基金会 爱老人 爱团年 过了存在年财活动 结合他们的会 在驾高中苏渊源厚长 还有原从国社 陈岳珍厚长 代表改冠参区好好 向他们做乐爱心地 现中学生做会手提 大型的爱心做乐地 还有大型的钞票 亲像是 就向前 宵爱 宵大爱 交代香港亚渊源厅的人资 谢谢大家 在家吃喝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路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